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他们最近尾牙厂商的邀约演出排到明年 他们的歌声真好听 你是想到这个 我是想到说赚钱很多 头发来都钱 该你的就你的 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 我跟你说 不然你请老师来算看看 首先欢迎周盈峻老师 老师好 以及艾芬尔老师 老师好 还有李行老师 大家好 来 欢迎两位 首先欢迎谢晶晶 欢迎 大家好 接下来欢迎向慧玲 大家好 向慧玲 说你以前的那一首 就作《爱跟巧鬼》 改编版的抖音爆红 就待望新专辑《酒醉的月牛》 你的通告已经邀约演唱会 已经排到明年的七月了 对啊 就是 但是《爱跟巧鬼》那一首 有意思吗 那我来分一点给我吧 对不对 古银哥你不是排到明年跨年了吗 那是我自己的直播 我没收钱了 我都做不用钱了 你是爱的 你那是狗现场 你就收现金的 现金 对 但其实我真的也没有想到 《爱跟巧鬼》这首歌 是我二十年前的 刚出道的歌曲 你刚出道的说 唱一下 以前向慧玲是文竞型的 所以我那个《爱跟巧鬼》 那你现在变成三 我《爱跟巧鬼》原本是一个 抒情歌 对啊 然后是到今年前阵子 有人把它改成电音版 因为那个人以前是学车鼓震的 插钩点 杨姐 你真的太厉害了 因为这首歌现在在抖音上面 庙会圈 也很多人在用 然后她真的跟他们踩的脚步 一模一样对不对 只是她多拿了一个扇子 然后你是宫碑 你是那个宫碑婆 有没有 没有 我就在前面 有没有 就全部都是这样 在家跑汉船的 有没有 对 还有蛤蟆 蛤蟆蟆 好热闹喔 这种场面 好久没看到了 对 而且不只庙会圈 还有小朋友 幼稚园 小学生 国中生 他们怎么跳 全都在跳 也是跳这样啊 对 也是跳这样 而且二十年前他们根本还没出生 然后现在他们听到这个歌 竟然可以席卷到他们的生活当中 我觉得真的是 可是你以前是 你以前是属于 文静型的玉女歌手 我现在也是啊 不然爱得瞧鬼 你原来底子就有 你看你穿这样哪 你原来就有这么分放吗 真的啊 你原来就有这么分放吗 舞之地 调帝 调帝 好友来吐槽 我觉得该需要我活活的时候 我就会 我刚偷看了一下她的新作 但是需要我私底下其实是 也是一个慢热型的 对 今天我们新作来看 什么人是小弟的 然后外表是文静的 但是说这首歌一红了 又带到你的新专辑了 对 《酒醉的月牛》 我这张新专辑就是 《月亮主题》 对 站到那个点 一定要这个点 对 那个点才能跳《车锅中》 这张专辑就是《月亮主题》 第一首到第八首歌 歌名里面都有《月亮》 真的 你这创作者真不错 全部都是《月亮》 就是特别企划的 然后在收割的时候 就是请每一位老师 都要塞到月牛的关系歌曲 但不要塞到月牛的就不可以 不可以 这首歌 《酒醉的月牛》 我们就听听听听 好不好 来 炮香水 谢谢 輕輕問水中過的 你感會驚訝 唱水的過年 唱歌太沉沉 承你這三一輪 一卻報你我心想 唱水的過年 唱歌太沉沉 有心情的時尊 幫你沉沉慢慢美 愛聽你去 這首歌真好聽 耙沉吹吹 真的吹吹吹吹吹 吹吹吹 慧玲這個意外來的事業妄運 說你後來覺得說 跟菩薩有關係 其實這首歌在二十年前 它是抒情版的時候 就受到很多好朋友的喜歡 很受歡迎 對 然後呢 是到今年把它改成電音版 好像更能夠吸引各個年名稱 收入有爆一百倍 你該有啊 這拍到明年七月了 對不對 菁菁對不對 她不好意思自己講 那你講啊 對 我講一次是 沒有 應該說現在很多 你有沒有看到她換車了 還是要換房子了 還是換房子了 還沒啦 好像是還沒換房子啦 對啊 但是 車子一直以來都開得不錯 換三台了 就是 但是慧玲本身是非常節儉的人 這個我必須說 對 你看那衣服的布 都才用卡電來弄 對啊 很節儉的那就是 看他們家人 她爸爸媽媽啦 什麼哥哥弟弟姐妹 是不是都換車了 對啊 因為她很孝順 對啊 她工作很忙 還是會回去看家人 我覺得我賺錢 然後呢 我希望就是 我家裡的人 用好一點 然後他們對自己好一點 然後我自己省一點沒關係 對 對啊 很孝順 很孝順 那是真好的照片 真的啊 所以說跟菩薩的故事是什麼 因為我後來一直回想說 到底在這個歌曲爆紅之前 我有做過什麼事情 我一直想一直想 後來我在想說 會不會是因為 大概三個月前 我們要來做這布局呢 第一個 我們可以一定要把正宗邦 保持得乾淨整潔明亮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可以放一些 跟事業有關的風雪物 像我們常聽到的 什麼文房四寶啦 文昌筆啦 能夠再搭配一盞長明燈 不管是小夜燈啦 台燈啦 或者是炎燈也好 這樣子就能夠幫助我們在 2020年正宗邦的財官位 來 不僅對我們的這個 業績往上提升 我們的人際關係 也能夠水漲船高 我們都在挑詐巴大神 等你來開房 想開房插花摸一把嗎 我們都在挑詐巴大神APP等你喔 在這個歌曲爆紅之前 我有做過什麼事情 我一直想一直想 後來我在想說 會不會是因為 大概三個月前 然後呢 我有一個好朋友 就送了我一尊 木雕的觀世音菩薩 很大尊喔 大概這麼大 然後其實我台北住的地方 租的房子 是完全沒有供奉任何的神像 然後但是我第一眼看到 這尊觀世音菩薩的時候 我就覺得 時常很相應 就是剛剛 就菩薩很外縁耶 我就很喜歡 然後後來我就是 請道長幫我看良辰吉日 在六月底的時候 我就把這尊觀世音菩薩 請到我現在住的地方 對 然後但是雖然沒有開光 但是我每天都很心心奉陛 然後呢就是 每天都會跟觀世音菩薩說 我的心願 然後請菩薩可以保佑 我在想說應該是因為 你的心願 你跟菩薩你都怎麼講 觀世音菩薩保庇我家的人 身體健康萬歲路 那是一樣的 平平安安 我覺得這是我最平凡 但是也是一直以來 我心裡都是希望 是這樣子 然後家人祈求完之後 我就祈求我的事業 能夠更上一層樓 對 所以就忽然 真的是很棒 有時候運氣 所以我們命理節目就是這樣 有時候流年運勢 你真的不知道 對 所以有的時候有些運氣不好 真的不要失智 對 好運在後面 什麼時候來的時候 一接住 就起來了 而且你努力做 又加上神明保佑 給你加齊就對了 就像你現在這樣 對不對 要加齊嗎 謝金金媽要加齊一下 加齊 我們來請教一下李行老師 什麼風水百建 能夠幫助我們提升考機 加強業績 一般我們講學生的這個考試 或是一般朋友的考機業績 我們在家裡布局 我們可以找我們家的文昌位 大部分的朋友對於文昌 會有一點點比較拘密的一個 刻板印象會認為說 他只跟小朋友讀書考試有關 其實文昌真正在古代 它代表的是所謂這個官運 那以前怎麼樣當官呢 一定要考試嘛 那當了官之後呢 我要盡可能 我要把官給做好 因為我從小地方官 如果我的口碑知名度變更好了 那我可以被皇帝招進金裡面 當更大的官 所以文昌位其實在風水裡面來講 它也代表著事業 口碑 知名度 可是呢問題來了 第一個 不見得每位朋友都知道 自己居家的文昌位在哪裡 第二個呢 應有朋友可能會面臨到就是說 我家的文昌位是廚房 是廁所或者是缺角 那可以怎麼辦 沒關係 今天我們就來掌握 2024年的這個文昌位 它在居家的西北方 所以各位朋友 現在呢先趕緊去看一下 自己家裡面的西北方 是什麼狀態 那如果我們要加強的話 第一點非常重要 先把西北方整理得乾淨 整潔明亮 那除此之外呢 那因為流年的這個文昌位 在西北方 所以我建議大家 可以整齊好 整理好之後 在西北方放一盆 水養的盆栽 那比方說像圖卡上面的 水養的文昌竹 就很適合做流年文昌位的佈局 那其次呢 很多朋友非常的嚴謹 就會問說 那我這個文昌竹要擺幾隻 我建議我們擺四的倍數 比方說四隻 八隻 十二隻 或者二十隻 一 家裡面空間大小 這個符合比例原則就可以了 為什麼要四隻呢 因為以齊門頓甲而言的話 四就代表了文昌的數字 好 那擺了水養文昌之後呢 我另外再建議了 因為現在非常多的朋友 自己可能創業了 自己有公司名 或者是說自己有名片 那因為文昌位的這個本質 它屬木 所以各位朋友 不妨你們可以現在到網路上 或是各種的渠道 你們去用木池的木板 打造自己的名片 或者是公司名 把我公司的名字 不管是透過雕刻也好 雷射也好 因為剛剛說文昌 它代表了口碑知名度 所以我這個木質的公司名 或是我個人的名稱 我跟這個文昌的文昌主 擺在一起之後呢 在2024年 它就能夠對於我公司 或者我個人口碑知名度 甚至是我的業績往上提升了 這是第一個方式 好 那我們來看第二個方式 推薦大家我們可以掌握 2024年的正東方 因為這個正東方 我們講說要求這個業績 或是想要求這個事業變好 很多時候人際關係非常的重要 但在風水布局裡面呢 大家常聽到說 我要增加人際 我要加強六合胃 要加強三合胃 但關鍵來了 不見得每一位朋友都知道 自己六合胃 三合胃在哪裡 那我們就能夠把握這個 所謂的流年的貪狼心 流年貪狼心就是在這個正東方 2024年的 好 只是大家對於貪狼心 也是會有一個比較局限的認知 會認為說 貪狼心不是求桃花的嗎 其實在古代 這個桃花不僅僅是 我們現在這麼露骨的講 因緣的桃花 大部分指的是人際關係 事業桃花 人際桃花之類的 好 那很特別囉 因為這個碳狼心它本身就屬水 但是屬水的心 跑到正東方之後 我就建議大家 我們要來做這佈局 第一個 我們可以 一定要把正東方 保持得乾淨 整潔 明亮 那除此之外 我們可以放一些 跟事業有關的風水物 像我們常聽到的 什麼文房四寶 文昌筆 或者像圖卡上面的 這文昌塔 都可以 那最好材質上面 我們要選木質的 那如果還想再進一步 更嚴謹的朋友 我建議 因為現在市面上文昌塔 這個種類非常多 七層的 九層的 十三層的 要放在2024年正東方 朋友們 你們要找 九層木質的文昌塔 好 那如此我放上去之後 如果旁邊能夠再搭配 一盞長明燈 不管是小夜燈 台燈 或者是炎燈也好 這樣子就能夠幫助 我們在2020年正東方的財官位 來 不僅對我們的這個業績 往上提升 我們的人際關係 也能夠水漲船高 以上提供各位朋友參考 講到好運 晶晶 晶晶也出了新歌了對不對 是的 沒錯 那我這次的這個專輯名稱呢 叫做搶頭香 這個董燕哥 還有雅蘭姐 那因為這一次呢 這個搶頭香啊 從今年的這個 大概九月多的時候 就發行了 然後受到大家的這個 非常的熱愛 因為搶頭香這個就是 已經有公廟跟我預約 要在這個除夕跨初一的這個時候 因為他們都 那個公廟不是都會在初一的 第一個時刻要搶那個頭香 辦那個活動 然後已經有公廟 那半夜 對 半夜 然後搶完頭香之後 這個搶到頭香的那一位呢 就由我來頒獎給他這樣 對 而且接下來又是龍年嘛 所以這個龍這個東西 在十二生肖裡面 大家我們很吉祥 對 亞洲人非常的喜歡 我們有信仰的 就非常的注重 那我這張專輯裡面呢 就是希望傳達給大家 因為在二零二三的時候 我們不是已經告別了疫情嗎 對 那即將迎來二零二四 感覺就是一個全新的一年 那我也藉由這張專輯 就是裡面有非常多 很正能量的歌曲 因為像有一首歌叫做 這首歌就是我特別 這首歌就是我特別 對 我特別請老師幫我量身打造 我說我希望這首歌 未來可以 不管今天是在任何場合上 都能夠傳達我個性的 正能量的一面給大家的 你們老爸如果在的 是 你這首歌如果唱給他聽 他可能會說 以前你跟你們老爸不一樣 我如果看了你 我會跟他抗 真的耶 剛好 雅蘭姐好久不見喔 剛剛在後台一看到他 對 就跟他擁抱這樣子 對 運氣很好 說十分鐘賭場快閃 意外收穫兩萬獎金 對 他在明年度是獲得一個 前景看好 並且是潛力巨大的好運氣 其實進入到秋天 冬天的時候 這一些麻煩的事 這一些危機 已經正在消化跟解除當中 因為解除以後 才能夠迎接 二零二十年更好的運氣 今晚你有空來開放嗎 運氣很好說十分鐘賭場快閃 意外收穫兩萬獎金 對 因為在今年就 我覺得自從發錢搶走槍之後 真是好運也是不斷 那這一次呢 今年就很幸運 能夠去到馬尼拉 演出兩次 對 那都跟這個 我的師兄立友哥一起這樣 那因為其實我們去到 演出的地方 大家都在忙 是那一天我們已經 準備要離開台 已經要離開馬尼拉 要準備飛走 我想說這次這樣子來這個 賭場飯店住 都沒有時間 沒有機會 要不然就小試一下手氣好了 我身上那時候 剛好有三千塊 然後我就拿那三千塊 去換成籌碼 然後我就因為我不太會玩 我只會玩那個俄羅斯輪盤 就壓數字的 對 然後我就隨便 隨便壓 我就壓我的生日 我就壓八號一個 十六號一個 然後其他的再壓那個 紅黑這樣 那你生日是八號還是十六號 我是八月十六 對 然後結果那一把真的開十六 就是剛好開到我壓的那個數字 對 就是我壓到那個倍數最高 倍數很高 你如果以前出事 你如果背就不會走路了 你太厲害了 沒有 真的 真的 我以前小時候 都有大家報名 都沒有要聽你的 沒有 有一次 我那時候差不多兩歲 我就從我們家的老闆走 看到我們爸爸 我就聽到爸爸在家 爸爸在家裡 說一說 我就跟他說 爸爸 李控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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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突然間 就小孩突然間跟爸爸講一個號碼這樣 對 然後那時候 我們爸爸他那個打狗的 就說 欸 老大 你們女兒來報牌 李控署 喔 補得很默默 這樣子 李控署就在家裡賣啊 他們就想說要簽 在家裡賣這樣子 就這時候我媽下來了 他就 突然間講了一句 那應該人不要亂說 他李控署已經說三天了 然後 爸爸一聽 李控署說三天啊 對 就可能爸爸比較忙 我可能已經在媽媽的旁邊 已經唸了很多天了這樣 結果他就想說 那不然這樣子的話 你就簽 不要簽啦 主要是因為媽媽知道 爸爸的數 的金額都簽很大 他很怕我這樣隨便講 他又把他簽很大這樣子 你會這樣說嗎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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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很疼我 對 結果他就沒有去簽 結果那 李控署 等一下會真的開李控署 從此以後 你們老爸就經常說 幾號 幾號 有沒有 那有那一次媽媽被罵超慘的 他說好 你女兒要報辦 都是你來母台母子 說什麼 應該人已經說三天了 還我沒有簽到怎樣 這樣就開始 一直被媽媽罵 阿媽被罵了很久 錢超大 你知道那個如果中了多少錢 對 就是那個DIY 他如果有簽的話 那一期真的不得了 可以再買一間房子 但是我們不鼓勵賭博 我們不鼓勵喔 因為再怎麼來也會怎麼去 沒錯 來 這張專輯 搶頭箱 也是無曲版是不是 是是是 這一次比較韓風的無曲 所以動作呢 也設計得很簡單 就希望說現場的老師們 然後 老師 對 因為其實 就是它是很多上半身的動作 他們可以一起帶動 對 你怎麼知道我們艾菲老師 沒有下半身 久了 太老了 對 因為我這個節目 我看滿久的 我看到沒有 來搶頭箱 來搶頭箱 來 開運第一槍 走回來花香 快來搶頭箱 衝衝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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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衝 愛拚 這些爺益 快要做第一名 衝衝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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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衝啊 準備衝衝 來搶頭箱 咬嚇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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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頭箱嘛 咬嚇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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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好Rub好得 嗨起來喔 好 我跟妳講 妳不要跟別人講 妳要不要跟別人講 我就不要跟妳講 妳是一定愛 要跟別人講 妳就不要跟別人講 是我跟妳講 跑聲吹蕊風隆隆 Let's go 金金棒棒棒 我Dancing Queen一直都 現在在我對我來動 Stole B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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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put your hands up B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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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baby Don't stop B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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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運第一槍 做回來化香 迎來搶頭箱 衝衝衝來 B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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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怕 這麼湮挽 準備從次來搶頭箱 曉照 搶頭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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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菁菁說 這次你搶頭箱的造型 你覺得跟 爸爸 諸葛亮大哥 冥冥中有一些幫助 對 這套 這套衣服是訂做的 那這套衣服呢 那時候導演給我開會MV的時候 他就說你要去 他只是給我一個意識圖而已 跟這個幾乎是 有90%相 然後他說這套衣服你外面絕對買不到 你一定要請服裝師幫你訂做 那我想說要訂做衣服 那我就只想得到爸爸以前的那個服裝師 毛毛姐 他所有的衣服都是毛毛姐用的 然後我就打電話給他 但是那陣子剛好就是金總獎 快要辦了 所以他手上有非常多 衣服要有感知 他真的滿忙的 然後他就先婉拒我了這樣 他說他怎麼辦呢 就很煩惱 有一天呢 哥哥就揪我去拜爸爸 我們就去到了基隆 然後拜完之後呢 哥哥一樣就 我就在拜拜的時候 我就跟爸爸講說 我上來要拍MV 爸爸你就保證我 都很順利 成品非常的好這樣子 這樣我就拜完之後 哥哥就帶我去工作 工作完時間還早 然後我就想說 不然我就坐公車去東區小街 結果我就在信義區逛街的時候 突然間在一間店 轉過來 我就看到毛毛姐了 我就巧遇她了 造型師 對 然後在跟她聊天的過程中 就是又提到了這件衣服 然後不知道是因為 見面三分情呢 還是毛毛姐冥冥中也覺得說 遇到我是一個緣分 也許冥冥之中 她就是要幫我做這件衣服 其實妳老爸在後面 妳老爸在後面 比較快 買嗎 買 對 因為後來她就 遇到我之後她就說 那不然我看一下妳那個衣服 是怎麼樣子 妳想要做怎麼樣 如果不會太難又不會太敢的話 我抽空幫妳做 然後就給她看了那個 導演給我的照片的樣子 她說這個OK 我可以來幫妳做 那妳大概什麼時候要 我大概什麼時候給妳這樣 然後一跟她分頭了之後 我就立刻打給哥哥 因為我們不是當天早上 才去拜爸爸嗎 我說妳知道我遇到誰嗎 我真的是遇到救星了 我說我遇到毛毛姐 她答應幫我做MV那套衣服了 我說我覺得一定是爸爸知道 我在為了這件衣服 很歡樂耶 所以派毛毛姐來打她改句 這樣子 對 而且我這次MV 還特別邀請了康康哥來跨刀 然後她是當我的MV的男主角 她在裡面 對 她在裡面扮演了非常多的角色 然後我也在這個MV裡面 一人分是四角 不錯 他們兩個事業蒸蒸日上 但是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的衣服更好 真的艾菲爾老師 哪些星座的事業困境 會在年底解除 不會拖到明年 那我們來看一下 星座朋友哪些有上榜 那我們參考太陽跟上升 我們今天的來賓 金金太陽星座是獅子座 配上了牡羊座 我們的惠玲是水瓶座 配上了射手座 看看哪些幸運朋友有上榜 第三名我們要恭喜的是 獅子座的朋友 金金有上榜 這個獅子座 今年的這個事業困境 年底會解除 那麼到底獅子座 遇到哪些困境 其實對於獅子座朋友來講 她在明年度是獲得一個前景看好 並且是潛力巨大的好運氣 那麼今年的獅子座 可能會因為健康的關係 或者是一些合約的糾紛 或者是一些合夥的諸多不順 導致你在事業的推展當中 運到了困難或者是阻礙 那麼這些困難其實都不用擔心 其實進入到秋天 冬天的時候 這些麻煩的事 這些危機已經正在消化跟解除當中 因為解除以後才能夠迎接 對於獅子座朋友來講 2024年其實是一個滿值得 去全力以赴的一年 因為你蓄積了很多能量 在2023年沒有發亮的這些能量 都會在2024年 就是逐漸的發亮跟蓬勃發展 所以前景看好跟潛力無窮 是獅子座朋友可以做一個自我的期待 我們也恭喜我們的金金 再來看第二名的朋友 太陽根上升 不管我今天發什麼文章 寫什麼話 他永遠會在下面留言 然後他就PO一張結婚證書 PO上去 然後他就說 親愛的慧玲請簽名 對 不管我今天發什麼文 他永遠都是 都是留樣的眼 對 結婚證書PO上去 今晚 今晚 你有空來開房嗎 今晚 你有空來開房嗎 我們都在挑戰大神APP 一起開房插花胖胖虎 等你喔 再看第二名的朋友 太陽根上升 如果是射手座的朋友 我們的慧玲有上榜 這個射手座的朋友 到底現在的事業遇到什麼困境 那麼又會如何解除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射手座朋友是財源滾滾 而且運勢來講是止跌回升 很多的射手座朋友 在2023年可能覺得賺錢賺得不夠多 或者是說你有賺錢 但是好像花錢又更多 那麼整體來講 財運來講 是一個比較出去 比較多的時刻 但是對於這個射手座朋友來講 到了年底的時候 這種財運的回龍 財運滾滾而來的能量 其實你都感受得非常的明顯 感受到非常的深 所以呢 這個事業當中的財運的困境 在這個時候就要消除 就要解除 以迎接2020年廣大的財運 那麼射手座朋友來講 2020年的財運 還會多於2023年 這個部分是可以期待的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哪一個星座更幸運 是第一名的 來 恭喜水瓶座的朋友 整個都你們 設計好推 第三名都我們包辦 對 我剛剛對了一下 其實我在做這一題的題版的時候 並沒有參考兩位的星座 我是到現在開獎的時候 才看了 仔細看了一下 既然全部上版 這個水瓶座的朋友 現在面臨什麼困境 而且又在怎麼樣的消除當中 我們來看一下 是屬於波雲見日 而且豁然開朗 其實對我們的這個惠琳來講 你20年前的歌 竟然現在又重新大放光明 爆紅 對 就好像是波雲見日一樣 重新又被人家插亮 這個金亮亮的這個招牌 其實這種豁然開朗的運氣 對於水瓶座的朋友來講 我相信電視機前面 很多水瓶座的朋友 都覺得2023年 覺得有點卡卡的 悶悶的 但是到了這個年底 隨著這個運勢的變動 天空當中 或事業當中的一些烏雲 跟一些障礙 其實都在消除當中 你會覺得說更有希望 更有自信 而且更努力的去 往你的事業目標前進 而且都是事半 而且是功倍 就是說你做一點點 但是回收更多 所以有上旁的朋友 獅子座 射手座以及水瓶座的朋友 都是年底要消除事業當中 各種障礙 那麼2024年又會更好 那我大膽預言一下兩位 因為你們都有上班 而且我剛剛看了一下 你們的星盤 其實你們現在到明年 可以買車子又買房子 對 有這樣的好運氣 所以就祝福兩位了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 慧玲說妳有個粉絲 超級愛妳的 超級支持妳的 都會送妳 送妳送到妳家裡 對 可是她認不出妳 這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啊 為什麼她認不出 其實我有很多 男性的粉絲 我記得有一次是 因為我老家在台南 然後那一次我剛好回家 因為我在家裡就是 都是素顏嘛 也不會特別化妝 然後就穿居家服 然後夾個鯊魚夾這樣 就在家裡待著 然後那天 早上 就有一個中年男子 然後你知道 鑽魚夾的地方 就是人家都很清澈的嗎 很好問 這還很烈心的 他去那個 我們在甘馬店 問說 請問一下 你們長是不是有一個 在唱歌 一個歌車 叫向慧玲 他說對啊 對啊 我是他朋友 因為我太久沒來找他 我向來不去他家裡 怎麼走 那個 那個 甘馬店的阿姨 很烈心的 他說 來... 我帶你去 帶你去 他不是用別的 這這樣 待會兒頭前去哪裡 躲 因為鑽魚的路 沒有路面 他又怕他會打不去 所以他一個人帶他 到我們家門口 他說來 這就是向慧玲營 然後他就走進來 他就在外面大喊 因為我家是三合院 你家現在還是三合院 我家是三合院 我們家現在 對 還是三合院 對 然後我就在外面大喊說 有人在的嗎 有人在的嗎 然後我就在裡面 我也不宜有他 沒有想那麼多 加個鯊魚甲 穿著很居家的衣服 就走出來 然後也沒化妝 然後我就說 這問你要找誰 然後他就 他就看著我的臉 然後就問我說 這問向慧玲有在的嗎 好尷尬喔 然後我心裡 我先來看看 我想說 他竟然問我向慧玲在家嗎 那表示 他沒有認出我來 然後我當下就 他應該說 你們女兒竟然向慧玲 沒有 真的 小燕姐 你好狠喔 對 我當下就想說 他沒有認出我來 還好 然後我就想說 將錯就錯吧 我說 我是她姐姐 這問你出有什麼事 對 我還不是說 我是他媽媽 我是她姐姐 妳還想保留最後一點 反抗的尊嚴 對 對 我是她姐姐 問你出有什麼事 然後他手上就拿了一盒 那個北港很有名的 做那個大招 你不是只有雞嗎 怎麼這麼雞 大招 喜餅 然後他就說 麻煩你幫我拿給他 這是我前天去訂做的 你幫我拿給他這樣 然後我說好 謝謝 拜拜 然後我就進去了 趕快逃進去 對 趕快逃進去 然後我真的是 真的是驚魂未定 我想說 還好我剛剛沒有被認出來 原來素顏沒有被認出來 也是一件好事 對 然後說還有粉絲天天送禮 還跟妳天天求婚的 這是不同的人 有一個粉絲他是 天天騎摩托車 送 他送的東西真的是範圍很廣 有家電 有手機 有農產品 他應該是唱歌比賽的老闆吧 沒有 我覺得他應該是參加了 就是他們家可能有 很大的一片田 然後上面就種著 各式各樣的水果 蔬菜什麼 都新鮮的喔 都一生一生 在騎摩托車 送去我們公司 不過再不上來我們家 送去公司 然後每次我都會接到 我老闆打來說 你那個 你那個粉絲 又騎摩托車 送一生那什麼 香吉士來 你要找時間來領回去 然後因為可能那時候就是 都在台北比較忙 我就說 那還是老闆你們如果喜歡 你們就留著吃 他又真的過一陣 靠近跟我說 那香吉士很好吃 可以再送過來嗎 對 但是那時候我就會 我就會想說 他就這樣很熱情 就是什麼東西都往公司送 然後 有一次我真的是覺得說 就是真的 我得傳私訊給他講 我說 我很謝謝你的好意 但是 因為賺錢很辛苦 我怕你是花很多的錢 來去買這些東西來給我 然後我覺得你就是 把錢存下來 然後不要再送我東西 你的好意我都收到了 然後那陣子 真的大概三個月 他真的都不再送來了 因為經過三個月之後 他又倒不掉 他唱又開始唱了 其實 現在粉絲 你聽不清楚的意思 不要再送水果 你跟我說送現金 現金 他有送過 真的喔 他還有送過禮券 對 都是很實用的東西 那真的都滿實用的 對 因為那他條件怎麼樣 長得怎麼樣 他有在看電視喔 他有在看電視喔 我感覺就是 請好好形容 不是啦 就是他也是坐在鄉下 然後很純樸的樣子 很勾矣啦 另外一位他是 我在臉書上面 不管我今天發什麼文章 寫什麼話 他永遠會在下面留言 然後他就PO一張結婚證書 PO上去 然後他就說 親愛的慧玲請簽名 喔 對 不管我今天發什麼文 他永遠都是 都是 對 留一樣的言 對 結婚證書PO上去 然後 但是我是 我那時候是不覺得怎麼樣 因為我覺得 他沒有騷擾到我 也沒有侵犯到我 那我覺得 OK啦 可是我的 其他的一些粉絲 可能就會覺得 你這樣不太好 就是他們覺得就是 對啊 感覺很像在騷擾你 但其實你沒有這樣覺得 我沒有這樣覺得 你覺得他只是在表達 愛意而已 對 但是他們有在下面跟他留言說 請你不要再做這樣的動作 後來就也沒有了 那這個粉絲也蠻理智的啊 對 其實我覺得 像《求婚手台語歌》 我們這些粉絲 真的是很愛我們 但是他們其實是很理智 很理性的 對 不會去 沒有什麼影響到 我們我們的生活 對 珍珍你跟 有人跟你結婚 結婚是 我是沒有收到結婚證書啦 我可以請他傳給你 謝謝 好東西跟好朋友分享 但是確實是有很多粉絲 就是在外場看到你的時候 就會拿很熱心拿很多吃的啊 然後還有 甚至我還有收過那個 刮刮樂 有 有收過刮刮樂 他知道你抵過兩眼三眼 對 我有收過 就是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禮物 其實都收過 那你怎麼沒有人幫你求婚啊 求婚是目前為止還沒有啦 不過我是真的曾經有 就是遇過非常喜歡我 這是真的追求的對象喔 那時候我還沒出道 他就是很喜歡我很愛我 然後他就是瘋狂地追求我 然後那時候我就是在醫美診所上班 然後我有非常多的同事 那這個人真的也蠻好的 就像篤琳哥講的 他就是很用心 除了照顧我之外 也照顧我身邊的人這樣 那他就是 這招很有用 對 他都會來給我探班 那他探班他也不會要求我 可能要陪他聊天聊很久 不會 他就進來 然後便當給我 然後甜點給我 他就走了 就這樣 然後呢他每次準備的那個便當 還不是普通的排骨便當而有 他很用心 他都會去那種日本料理 什麼類似上癮水產啊 去買那種 一份五百的 五六百塊以上的那種便當 然後他還會 因為他是一個蠻有品味的男生 然後他另外再送 這個是等一下你吃完飯之後 可以吃的甜點 然後打開來 哇 居然是那種專櫃等級的馬卡龍 一整盒 那個一顆都一百多塊以上 他說這個你可以跟你的同事分享 我覺得那一盒應該快要比這個便當還貴了 對 然後他就常常這樣子 然後都送不一樣的 今天是馬卡龍 明天是那個很厲害的甜點店的布丁 然後一買都買十個 就是為了要讓我跟同事們分享 因為我的個性是屬於比較知道自己 想要的是什麼 因為我會覺得如果我沒有那麼喜歡他的話 那為了這一些他對我的好 然後就跟人家在一起 好像有一點不負責任 所以後來我還是就是有告訴他 很謝謝你對我這麼好 但是我覺得我們還是不適合 因為後來就沒有跟他在一起 你沒有時間對不對 人家放了東西就走 你沒有繼續跟人家談 你怎麼知道 我們會 他這是平常的探班 我們也有給他機會 也給自己機會 就是約會吃飯 比較深入的了解對方一下這樣子 還是覺得不適合 還是覺得不適合 沒關係 還年輕 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 好 我們請教一下 周英俊老師 什麼生肖命格的人 容易被另外一半寵愛 被一陣就是那個 想要上廁所的那個感覺給叫醒 然後我一起來的時候的那個場面 就是已經即將要進入隧道了 然後想說 慘了 這個塞車要怎麼辦 然後我現在很想上廁所耶 因為那天剛好是禮拜一 然後他們上班時間 整個塞到一個不行 他們還有人拿寶特瓶給我 我說寶特瓶的口子有這樣子 我要怎麼欸 然後就是全車人都在幫他想辦法 後來我翻開我的包包 欸 好像是 沒有 你今天這個 就在哪 沒有 還可以 還可以 好 我們請教一下 周英俊老師 什麼生肖命格的人 容易被另外一半寵愛 通常都是比較能夠寵愛自己 或是自己很有自信 什麼事情都不是在 他的最高原則不是說 你一定要來愛我 是因為他自己先愛自己 所以才會產生別人來愛他 因為那個別人來愛他 並不是他的要求 所以他就會很踏實 這個就是會很自然的 就會產生 那我們來看看 如果說你的生肖是 如果說你生在農曆的七葉 因為老鼠它本身是屬水 那七葉剛好是屬金 那剛好生子層他又是三河 三河金又會來生水 他就會變成說 你走到哪裡都是河 三河的人通常都有 而且又會 他會又來愛你 所以像這種人通常就是 他很自信認真 他就會魅力無限 凡事都很認真很自信 所以呢 因為他自信很認真 人家說認真的你 一定是最漂亮的 所以因為他認真就看起來 無論如何就是很漂亮 因為水壞是不適合 教他比較淺 有些時候他並不是說 你漂亮人家就很愛你 錯 因為他就是 一定要有他的縁 因為他可能就是 你下他的縁 就是這樣子 所以像這種人通常他就會 他愛的人 他應該講說愛他的人 他不會說 覺得他是不好的 因為他會覺得 他會散發出一種 夠吸引人的這樣子的魅力 因為他自然很認真 那他想要追求的人 或是說他愛的人 他不會愛他自己不愛的人 但是他一定選擇 愛情的時候 一定會選擇 愛自己多一點點的男人 因為這樣子他就會夠愛你 不是你去寵他 是他會來寵你 所以這種人通常都會被 你的另一半寵愛的人 再來我們來看看 屬兔的人 屬兔就是 兔就是木 如果說他是在農曆的食業 因為食業是害水 水會來生木 又害馬胃又三合 所以說 他就氣質優雅 珍愛自己 因為他這種人通常是 外柔內肛 有時候他自己的想法 這樣很有自主性 他不會隨便的去接受別人 但是因為他這樣子又 外表看起來又很溫柔 他也會讓自己整潔大方 所以因為這樣子 所以你的另一半就不會嫌棄你 就會很喜歡你 再加上他自己是氣質很優雅 又很愛 很珍愛自己 他不會讓隨隨便便一個人 就可以來愛上他 所以說他的追 他就是他的那個 應該講說選擇上面是 非常非常的認真 所以像這種人通常也會 就是會讓你的另一半來寵愛你 再來我們看看 如果是屬雞的人 屬金 雞就是金 再來就是說 他如果是在農曆十二葉生的 十二葉是土 土會來生金 再這樣唱 事有求是三合的 因為又加上是三合 所以說 因為有時候金益帥氣 就是你看起來就是很瀟灑 他不會說這樣 瀏瀏瀏瀏的 但是你那個瀟灑的個性 就是會引起一堆人的那個崇拜你 很喜歡你 那再來就是他的另一半 一定是怎麼樣 經過他本身的篩選 所以因為他本身就很有自信 而且很愛自己 沒有這樣子的一個條件 他不敢去隨便愛他 所以反而愛他的人 都是寵愛他的人 所以說這些都是在 生肖命格裡面 可以讓你的另一半 寵愛你的生肖 慧玲跟金晶兩個人 性格說天差地遠 但是你們十分互補說 是很好的姐妹濤 對 我們是真的性格 真的是完完全全的相反 對 有一次是 我們一起去上一個通告 對 然後那一陣子 我知道慧玲的 因為我在2017的時候 爸爸離開嘛 對 然後我也知道他 2018年的時候 他爸爸也離開了這樣子 其實2017年 朱大哥那個離開那時候 我爸爸身重病 很嚴重 然後那時候就是 我有傳一個訊息給他 但是我知道當下他的心情 就是如果是我的話 我也覺得大家都關心我 但是我真的是 沒有那麼多的心情 再去回覆你們的訊息 對 對 對 所以我也跟他說 你不用回我 但是我希望你可以堅強 就是希望可以 陪你度過這段時間 那17年朱大哥離世 那我爸爸是隔年 18年 對 所以我能夠理解他那時候 不需要我給他 給他就是好像過多的關懷 或是關心 因為我能夠體會 所以那天呢 剛好他也是宣傳期 我們一起去上節目 然後也是宣傳節目 但是藝人就是這樣 就算即便心裡 沒有再難過的事情 可是在節目當中的時候 一定還是要 笑得很開心這樣 對 那下通告之後呢 其實因為我跟他認識很久 也很熟 所以我知道今天私底下的他 跟平常的他不太一樣 那我也知道 是因為什麼事情 後來我們收了通告 結束之後 我就坐他的車 我們兩個說那不然我們去吃飯 因為我知道台北一個人住 然後我就覺得說 我也不要安慰你 我就是陪在你旁邊就好了 然後我就說我們去吃飯 吃完飯之後呢 他又送我回家 但我就覺得他有一種 讓我說不上來的低落感 對 我就說 不是 是他說 那那個 你今天晚上可以陪我嗎 然後我一話 二話不說直接說 好啊 你很困難 你很困難 對 然後後來我就 我就說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說因為我的狗 都一個人 我說我可以去你家住沒關係 但是可以陪我回去接我的狗 對 然後他就帶著我回去接我的狗 然後就帶著我的狗 去他家 然後陪他那個夜晚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也無形中 我 然後還有我那一個愛犬 就讓他那個晚上覺得 他是有人陪伴他的 他沒有那麼的孤單 惠玲 來台北多少年了 二十年 就是 二十年 對 當然就是因為出唱片 演藝圈 電視台都在台北 那有工作 那也沒有家人在 就你 就你自己租一個 就租一個房子 對 而且我就是 那時候因為也沒賺錢 然後我又不想要讓家裡擔心 所以都是報喜不報憂 因為沒有拿錢回去了 對 那種感覺是什麼 如果一個女生 在台北打拼 然後壓力 然後又 又不想訴苦 而且我是 我剛剛有講過就是 我是那種真的很節省 就是省吃減用的人 爸爸離開我會那麼難過 是因為從小 一路走來就是真的 我能夠一直在歌唱這條路上 這麼堅持 我覺得爸爸真的是一個 功不可目的大功臣 一直鼓勵你 對 因為我那時候 小時候學唱歌 包括來台北 每個禮拜上來台北歌唱比賽 都是爸爸當司機 然後載我到處去 南北奔波 可是他沒有喊過一句淚 而且那時候 包括後來出道之後 也上過朱大哥跟亞蘭姐的節目 他說他坐在觀眾席 然後朱大哥還叫他說 星巴在那裡 然後他就覺得他很開心 然後隔天在村裡 然後站到桌外 就說走路有風 走車有風 就是大家看到他就說 我長在那個 在高梁的節目看著你 他就會覺得 有一個歌星 做歌手的女兒 他覺得 很有面子 辛苦這麼多年 終於被看到了 對 被肯定 然後其實後來出唱片的時候 爸爸也是有參與到這一段 只是後來 會覺得比較遺憾 就是 好像走太早了 對 年紀其實還算 不是很年長 然後覺得 女兒有 有一點點能力 可以孝順她的時候 但是 不要哭 因為她在那邊也過得很好 對 我們在想說 搞不好現在在天上 就是朱大哥跟我爸爸是好朋友 對 你爸爸一直在看 因為他們的興趣是一樣 是 興趣是一樣的 是我生的那個 那不用難過 他們這樣 很有感 你看 蕙玲就是報喜不報憂 所以有時候 心肝比較鬱 來 我們請教一下 艾菲爾老師 哪些星座的人 很難打開心房 我們來看到這個圖板 很難打開心房的星座 那麼請觀眾朋友參考一下 太陽跟上升 那麼有上榜的朋友 其實內心裡面 可能會有一些情愫 或者是情感的一個狀態 比較會壓抑一點 那我們來看到太陽跟上升 我們來看第三名上榜的 如果是金牛座的朋友 在性格上面 是比較難打開心房的 原因是什麼呢 跟金牛座的一個個性有關 金牛座的朋友 他會有這個偶像包袱 那麼他會維持一個形象 那我經常說這個金牛座的人 他是一個舞台性人格的人 什麼叫舞台性人格的人 他在舞台當中光鮮亮麗 但是私底下他會比較保護自己 或是隱藏自己 在外面的時候他光鮮亮麗 你知道回家的時候可能家庭 居家環境一團亂 也是有這樣的一種人格 整體來講 他們就會維持一個 所謂的偶像包袱 維持一個形象 但是他私人的一個居家 或私底下的樣子 他就不會讓你知道 所以整體來講 他是一個比較難打開心房的人 那麼第二名的這個星座 代表我的眼珠子 我是包袱在眼皮裡面 所以我個性比較沉穩 比較內斂 那既然個性沉穩內斂 其實他對任何事情 他都是怎麼樣很務實 對於朋友的話 他就是屬於默默關心 默默付出的人 那麼第二名的這個星座 我們來看一下 有天蠍座的朋友 我們有人上榜 那個天蠍座 為什麼是難打開心房呢 我們來看一下 跟他的其中一個個性有關 這就是天蠍座 他比較重視隱私 而且作風會比較神祕 這個隱私的部分 是對於天蠍座來講 他覺得是說公私有別 在舞台當中 或在公眾形象上面 我可以盡量付出 我可以辦醜都沒有問題 我可以全力的奉獻 但是有關於我的私人生活 有關於我的家庭 或是關於我放假以後的 這個居家的空間 他覺得這個是一個 我自己的一個小天地 我沒有必要把這個部分 也供種在這個螢光幕前面 所以整體來講 你會覺得說 我跟你聊一些公事的時候 你很願意談 但是我聊一些 你過往的一些家庭環境 小時候的一些 這個愛情的一些狀況 或者是聊一聊你的父母 聊一聊你的求學過程 他覺得沒必要 那是我個人的一個隱私狀況 所以他是一個重視隱私 也是保護自己 也是保護他的家庭 很多天蠍座 連他住哪裡 他爸媽都不知道 真的假的 那就是更難打開心房了 我們再看第一名的朋友 太陽跟上升 如果有這個星座 是摩羯座的朋友 也是大家普遍覺得說 好像比較難打開心房的星座 摩羯座有這個個性特質 跟他自己的一個性格有關了 他是一個比較保護自我的人 而且他做任何事情 都是一個比較謹慎 跟保守的一個狀況 因為摩羯座的朋友來講 他覺得人心險惡 在職場當中 我們即使是好朋友 好同事 好的長官跟下屬關係 但是我們還是要懂得 保護自己 關於錢財 關於你的一個住宅 有多少房子 或者你住哪裡 他整體來講 他覺得說 沒有到很熟的狀況的話 我們不需要討論到這個部分 比如說在美國來講 比如說你問人家說 你開什麼車子 這其實就是探聽人家的隱私 這就是一個不禮貌的行為 金牛座 天蠍座 以及摩羯座 他們比較難打開心房 但是他們還是真正 跟人家交朋友的 以上給大家多參考 金晶 你太誇張了 觀眾朋友 你有聽過說姐妹濤 你的姐妹濤 你可以容許她做這種事情嗎 你在塞車 你塞車困在車上的時候 你想上廁所尿一尿 塑膠袋都找不到 你抓到了向慧玲的保溫杯 你就尿在保溫杯裡面 不是她抓到我的保溫杯 是她非常熱心 是我突發奇想 因為她真的很急 然後那時候剛好遇上 上班塞車 而且我們塞在哪裡你知道嗎 隧道裡 你就是出也出不去 然後就 然後我那時候 因為那天其實是一個 非常非常早班的班機 那我就是早上起來 有習慣喝一大壺熱水的人 那就起來也沒啥 就上完廁所喝完水 衣服穿了就下樓 就行李上了就上車 然後我還想說 好我應該睡覺起來 機場就到了 我還跳到最後一排 然後躺下來 我就開始想說 然後突然間 被一陣就是那個 想要上廁所的那個感覺 給叫醒 然後我一起來的時候 那時候的那個場面 就是已經即將要進入隧道 她想說 慘了 這個塞車要怎麼辦 我現在很想上廁所 然後我就打開手機 她就一直問司機 大概一分鐘就問是說 請問還要多久會到 然後我們就想說 為什麼這麼急 是有什麼 有什麼隱起 有什麼對 又不可告人的秘密 對 那我還不敢太 就是因為立友哥坐在最前面 我還不敢把這件事情 太張揚 因為如果車上還有男生的話 就更不好意思了 對 因為我真的 插手機 還要一個鐘頭 才有辦法到機場 對 因為那天剛好是禮拜一 然後他們上班時間 整個塞到一個不行 他們還有人拿寶特瓶給我 我說寶特瓶的口子 有這樣子 我又怎麼上 然後就是全車人 都在幫他想辦法 後來我翻開我的包包 好像是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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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怪你歌唱那麼好 沒有 沒有 不是這個 當天那個口徑比他還大 我的意思是說 對 示意圖 就是瓶口這麼大 因為大概要給他的寶特瓶 瓶口這麼小 他根本就沒辦法 然後我就 以我習慣用瓶口這麼大的 然後我想說 就是你了 就是你了 然後我就二話不說 我就拿起來 然後說 我就拿給他 然後他就說 要幹嘛 他還問我要幹嘛 我說我都尿急了 還給我喝水 然後他就說 你就 上到裡面去 他還不好意思跟我講 我說 可是 可是這是你的保溫瓶 我說 可是我用了 你就不能再用這個了 而且你太小了 我才去喝水 喝幾歲 這樣不完 是 對 但是呢 就 因為我真的載不上 我就要 就爆炸 我說你都已經這麼急了 你不要想那麼多就用吧 對 有滿嗎 沒有 因為我也怕真的滿出來 所以我大概 差不多五十匙我就趕不起來了 五十匙 你就像去 去醫院 驗尿就中斷 你就把它剪掉就對了 對 因為我真的怕不小心 把它那個滿出來 這樣子就不好意思了 最好笑的是 因為我們一到機場 我就把我的那個已經 我不敢再還給惠玲 我就給我的化妝師 我說等一下立刻把它拿去丟 你把它喝掉 我說等一下立刻把它拿去丟掉 這樣子 對 因為我就說 我回去台灣一定會還你一個新的 然後後來我就一下飛機 我就立刻衝去廁所 我就趕快上完 上完一出來之後 我就看到一個打掃的阿姨 撿起那個保... 撿起了那個保溫瓶 因為他可能講說 因為他可能講說 是誰的阿 沒有... 他想說一個好好的保溫瓶 想要幹嘛要丟在垃圾桶裡面 對 然後就把它撿起來 就是覺得他... 後面我們就不敢想了 後面... 後面我們就不敢想 你不用跟他想喔 不是啊 他就走遍 我掉了兩個女兒 我流很快 我放在裡面 你現在... 沒有 後來我們就也要趕飛機 我們就... 後...後續我就不敢 再繼續往下想了 好棒喔 好想你交孝惠玲這樣的朋友 對啊 來 李星老師 什麼樣守面向的人 對朋友十分的照顧 好 對朋友十分照顧 守面向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呢 我們要看眼睛 眼睛細長代表呢 是屬於默默關心朋友的這個人 那其實我們常聽到一句話說 眼睛是靈魂之窗 因為眼睛在面向來說呢 它代表一個人的健康 一個人的智慧 可以看出來一個人的這個個性 所以有句話說 眼症則心症 就是這個道理 可是一般呢 我們在講眼睛 其實眼睛它是分成兩個部位 第一個我們講眼 眼指的是我們眼睛的這個外面的輪廓 睛呢 其實就是指我們的黑色的眼球 那所以在相法裡面就有說到 眼如果大 眼大的概念就是像有一些人的眼型 它是類似像牛眼 像馬眼那種 那叫眼大 那另外一種就是說眼扁 扁就是說有時候我們講說像是這種 比方說單縫眼或是單眼皮 對這種叫做那個眼扁 好那相法裡面有本書叫做達摩相法 它把看眼睛分成七個條件 其中有一個條件就是說眼睛要細而長 好那為什麼會說這個眼睛細而長會好呢 我們先講說眼大 因為眼睛眼型如果大的話 代表這個眼球啊 它完全是外顯出來 我可以看到整個輪廓 那如果看到整個輪廓就像把就是說 這個人在性格上面穩定性會比較差 做人會比較情緒化 那對待朋友呢也會比較 因為今天我心情好我對你好一點 明天我心情不好就算你尿急 我給你一個袋子我都不給你 就會有這些 所以心情的一個起伏 但如果說我眼細而長的話 代表我的眼珠子啊 我是包覆在眼皮裡面的 所以我個性比較沉穩 比較內斂 那既然個性沉穩內斂 其實它對任何事情 它都是怎麼樣很務實 對於朋友的話 它就是屬於默默關心 默默付出的人 那所以第一種類型就是眼睛細而長 我們來看第二個 第二個要看什麼呢 來數字測驗 未來一個月我能夠如日中天嗎 來我們的性訊數字有 五九八七 六七三九 八三零六 九零二一 未來一個月我能在哪裡是如日中天的 第二個第二個要看什麼呢 既然講到眼睛就會講到眉毛啦 那眉毛最好要長過於我們的眼睛這段 代表就是說人緣會比較和睦 其實上髮裡面有句話也這麼說 說眉毛看個性 鼻子看健康 好那所以呢 那凡是個性優良的人 在眉毛上面都會有幾個特質 第一個眉尾它一定是有收的 是聚起來的 不會像掃把這樣子 第二個呢在眉尾它會微微的下彎 這代表個性好嘛 第三個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們這個眉尾 它要大於我們的眼尾 那所以就會說 在以前的人只要那個眉尾 能夠長過於我們的這個眼睛的尾巴的話 它代表是富貴 當然我們對於富貴 我們不要這麼刻板印象就不能說 我一定是大富大貴一定是首富 明天賺大錢 不是 因為每個人富貴會依照每個人這一生的命格來定 有些人會覺得說 我家庭合得我健康就算是富貴 那所以會依照每個人這個狀況不同 而且我們在面相裡面 好眉毛的八個條件裡面 其中有一個 就是一定要超過眼睛的這個尾巴這邊 好那如果符合這個眼長過目的話 代表就是說 樂於助人 喜歡廣結善緣 然後在人緣上面也會相對的比較和睦一些 那對於朋友的話 當然就是盡可能的去細心的這個照顧 但是也要提醒大家 如果說我們 因為每個人眉毛狀態不一樣 有些朋友真的眉毛就是比較稀疏 或者比較短一點 那如果就古代 我強調是以古代的一個標準而言的話 如果說眉毛太短的話 親情會比較淡薄 跟人有關的 不管是說你跟父母之間 跟你小孩子之間 夫妻之間 兄弟之間 朋友之間 緣分就會比較淡 容易聚少離多 或者說容易沒有辦法有交集 甚至是可能會物交損友 那在個性上面也會比較封閉一些些 那遇到這些問題怎麼辦呢 那當然我們要感謝現代 就是有非常專業的這些彩妝師 那我們可以利用一些開運的彩妝 把這個眉毛的部族 去透過後天把它加強回來 好那我們來看第三個 第三個指 我們就來看鼻子 那鼻頭如果說是圓的話 代表在個性上面會比較穩重 會比較圓潤 鼻子我們都知道 可以看健康 可以看財富 也可以看一個人的個性 還有事業的成就的高低 所以如果說我的鼻頭長得是很圓潤 而且有這個肉包覆起來的話 在個性上面其實就跟我們鼻頭的形一樣 做事很圓滑 然後樂善好施 然後也是也一樣喜歡廣結散緣 而且對朋友非常非常的照顧 這個悉心照顧到幾乎是有求必應 所以鼻頭圓潤的話 如果說有看到了 記得多跟他親近一些 但是也要提醒鼻頭圓潤的這個朋友 就是對朋友好 當然沒有問題 但是也要量力而為 你不要說我一個月收入只有三萬 結果就是我為了照顧朋友 結果我就是想辦法借錢 借了五萬去照顧朋友 這樣子就有點粉末導致了 所以以上三個面相提供大家參考 謝謝老師 如果我們沒有好朋友的話 就只好靠自己了 來 數字測驗 未來一個月我能夠如日中天嗎 對 來 我們的信訊數字有 5987 6739 8306 9021 好 請選擇 來 晶晶 我想要選8306 你也是嗎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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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6739 6739 5987 5987 來 觀眾朋友 5987 6739 8306 9021 123 6739 6739 你怎樣 好害怕 8306 哪個啦 6739 6739 好 未來一個月 我能在哪裡是如日中天的 其實如日中天是好的 就是非常的發達 所以不管如何 在哪個地方都是好的 不用怕會選到不好的 來 我們來看看 未來一個月到底我在哪一方面 會如日中天 我們來看看9021 9021現場是沒有人選的 那觀眾朋友如果選到這一組 到底在哪一方面是如日中天的 人際圓滿八面玲瓏 就是交際應酬方面是如日中天 好 因為交際應酬方面 你會非常的不錯 八面玲瓏 大家都會很喜歡你 那個叫做什麼 換局啦 邀約不斷啦 約會到處都是 雖然你有時候人家請你十拐 你也要請人一拐 所以一定要開一些 花一些錢 但是沒有問題 因為那些人際關係 人脈好 以後對你的各方面都會有幫助的 所以其實是相當的不錯 會累積你很多很多的人脈 以後跟你對你在事業上什麼 都會有幫助的 其實相當不錯 所以我們給八十分 再來我們看看八零...八三零六 八三零六是... 我們三個 對 晶晶選的 惠玲選的 還有雅蘭選的 觀眾朋友選的 到底是在哪一方面 是如日中天 事業順遂 氣勢如何 工作事業方面是如日中天 你看剛剛好印證三個人 都是如日中天的事業 對 因為在... 你們都沒有在露燒的 你們都沒有在露燒的 如日中天 雖然說如日中天的事業 工作上面會讓你的身心 各方面是很疲累的 但是因為有些人就是工作狂 沒有工作狂 而覺得不快樂 所以說工作對他來講 不管如何的辛苦 他覺得是快樂的 但是如果說你在事業方面 能夠如日中天 有很多人在事業上面都很努力 但是他沒有辦法很成功的 相當多 他每天都早上早上就起來 晚上睡覺 但是他的工作還是一樣 做一樣 撩一行 做一行 撩一行 他是沒有辦法成功的 但是你們呢 他是可以事業順遂 氣勢如虹 是工作事業上面如日中天 就是會一直一直的往上爬 當然這樣子就是相當的不錯 我們也就有十分 謝謝 好 那我們來看看 六七三九 六七三九是阿菲老師選的 還有篤林哥選的 觀眾朋友選的 到底是在哪一方面 如日中天 對 這也是篤林哥最愛的 對 健康 身心平衡 健康滿分就是 合力充沛 如日中天 對 心情開朗 身心平衡 走到哪裡都很快樂 因為你喜歡交朋友 也都有朋友來跟你相處 你喜歡吃東西你也不怕胖 你都可以好好的吃 你喜歡運動就去跑跑 你喜歡去洗溫錢就去洗溫錢 到哪裡去 就是你的快樂指數相當的高 所以說我們就是 你的是活力充沛 有的人有錢沒關係 問題是他根本就走不路 因為有錢 眼睛金金 人最重 錢在銀行 人在北城 所以也沒有什麼用處 所以說一定不管如何 有沒有錢沒關係 因為精力充沛 你的身體健康是最重要的 所以說是在這碗身體健康 但是有很多人覺得 身體健康是很容易 所以我們才會給七十分 但是其實它是最重要的 對 尤其是一些年紀大的人 大家都希望是身體健康 對 那再來就是五九八七 五九八七就是李型老師選擇 觀眾朋友選擇 到底是在哪一方面 如日中天 年輕人比較喜歡 財運 財運方面如日中天 因為他們都希望有錢 有錢就會做他想要的生活 過一下想要的生活 做他想要的事業 當然錢很重要 那如果能夠以小錢 去賺大錢 當然對年輕人來講 他們都很快樂 很喜歡 當然年紀大也喜歡錢 不過因為錢他們都找到錢 所以已經大部分都有了 都是喜歡健康 那年輕人都會為了金錢 他就會很努力的去拼搏 所以說是 禁財神群LINE 財運大花 是金錢財運方面 如日中天 恭喜了 謝謝老師 好玩大分享 明月好玩限定活動開跑了 現在加入明月好玩的官方LINE 就可以免費索取 年終限定五行補孕 沐浴乳隨身包 喜經會計轉好運 十二月每晚十一點 限量開獎 名額有限 趕快加入 我們節目最後再一次跟您推薦 向惠玲還有謝晶晶 兩張專輯 一張不能少 一次要買兩張 謝謝老師 謝謝兩位 感謝你的收看 拜拜 謝謝